改变一个时代的大人物,不一定有非同寻常的文才武功,也不一定有卓绝的军事才能,但必要有卓越的领导才能,只有懂得驾驭人心,汇聚各方人才,尽为以诱,才能够纵横天下,无往不利。 曾国藩自身天赋资质并不出众,但凭极其高深的处世智慧和育人之法,却成为了一代名臣,名垂青史,其中自有其独到之处,今天便分享曾国藩的四招育人数。 一,青才足以巨人天下兮兮皆为利来,天下嚷嚷皆为利往,天底下多数的事情,其实,都是靠着利益支撑,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往来也是占据了大多数,人生在世,有机个人奔波劳累,不是为了利益呢? 作为一个领导者,首先要了解别人的需求,其中利益便一定是第一位,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,不管是多么厉害的人才,都是需要钱的,所以领导者一定要轻财,懂得把利益多分给下属,不要目光短浅,看着钱就不撒手,这样是不会有人才人意跟随于利的,只有懂得让下属获利。 达成互惠互利的共赢局面,才会令下属尊敬,爱戴。 二,律己足以扶人作为一个领导者,令下属折服,臣服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,因为只有这样,别人才会对你忠诚,信任,而令人折服的关键并不在于如何管束,教导别人,而是做好自己,所谓言传不如身教, 听到的永远比不上看到的,只有领导者言于律己,对自己要求严格,一丝不苟,这样让下属看到,才能让其心服口服,久而久之,下属自然也会向之效仿。 三,量宽足以得人作为一个领导者,招揽人才是第一大事,单打独斗中就无法做成大事,必要找各种人才来组成一个好的团队才行, 所以便要学会广洒网,而广洒网的关键就在于容人之量,领导者一定要有宽大,包容的度量细魄,不能因为下属有卓越的才能就猜忌,妒忌,要敢于接纳,就如同刘邦一样。 虽然自己并没有实魔本事,但是李贤下是,必于比自己更厉害的人才给予信任,这样不仅让各种人才前来投奔,而且令别人对你忠诚感恩,得到了忠心,又有什么好怕的呢? 四,身先族以率人作为一个领导者,一个团队的领袖,一定要由身先士族的勇气于一往无前的精神,面对困难, 迎难而上,面对危机,勇于冲锋,这些事情不一定是领导者擅长的,但一定要有这样的勇气,只有领袖敢于拼搏,敢于冲锋陷阵,下属才会看到希望,跟随甚至代替你冲击,若是领导者遇到困难就退缩在别人身后,不敢承担责任,下属只会心灰欲冷,更加畏惧困难于风险。